各位爱丽保时,一节财经新闻 港股升500点,成交是两星期以来最多 有全国家队资金上日入市撑A股 加上甘满美股做好 恒志高开近400点,最多升超过560点 收市部24,829点,升500点 成交增加至1,407亿 今天市场一直反弹上来,成交都上算配合 短期来说都有力再试回2万5个关口 甚至有力再试回回之前围流下来的下跌里口 低部附近大概2万5千左右,2万5千左右 但仍然要留意市场仍然比较关注美国的息口的走势 阿里巴巴早前登记大量美国传托股份 日本远银否认同交易有关 减轻远银减持套现的疑虑 阿里巴巴股价回升6%是表现最好蓝筹 单日股份推高恒指过百点 小米目标三年内国产高档首基市占率排第一 股价升4% 中移动年升4日至近1年半的高位 美国十年期债息在超过两年高位徘徊 银行股年日强势 中移香港升至超过两年半高位 内险股亦都受追捧 财险升4% 而全日兼近两年高位收市 比亚迪获大行提高评级和目标价 股价升3% 广汽上月销量增加 股价升6% 小鹏汽车获心交所纳入港股通 股价升8% 依若研发外包股未止跌 药明生物说两家子公司被美国列入限制出口的 未经核实名单 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股价復排后一度反弹9% 但到跌1%收市 伦敦期旅创14年高 广西有地区因为疫情封城影响旅生产 旅业股受追捧 中国旅业升9% 内地压止煤炭期货炒作 各别煤炭股向下 评级机构惠玉因应疫情恶化下调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原先预测全年增长3% 调低至1.5% 增长水平在120个经济实体当中排第110位 表现比较弱 惠玉认为香港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 和内地一致推行动态清零政策可能会影响本港的消费 惠玉估计 政府正研究推出支援措施 将会在财政预算案当中公布 目前政府财政储备占GDP大约三成 额外的抗疫开支不太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评级 惠玉去年4月对香港的评级是AA- 展望稳定 星期四起 私人住所禁止两个家庭以上的聚会 又发展商暂停推售楼盘 地产代理亦都忧虑 二手楼市的成交短期会急跌 政府再度实施二人限聚令 并且手度限制私人聚会 影响新盘部署 行地原定星期三 就旗下同市建局发展的长沙环住宅项目 公布新一轮销售计划 但临时刹停新闻发布会 其后宣布 为了配合政府的抗疫安排 暂缓推售楼盘 已经入票认购的准买家 可以申请退票 有地产代理表示 已经向政府查询看楼活动 能不能够有弹性安排 并且忧虑二手买卖成交 短期会急跌三成至五成 暂时肯减价业主和买家相若 疫情是阻止不了人来买平板 但会影响到人出去看楼 截至一月底 持牌代理人数超过四万二千人 创新高 有中小型代理行希望政府提供援助 大型代理行就会继续增加人手 有地产代理认为 虚拟实景VR可以协助买家疫情下体楼 但买家仍仍倾向看二楼密室单位 无线电视记者 张雪亭报道 本港外汇储备下跌 上个月底外汇储备资产4925亿美元 较去年12月底减少44亿美元 外汇储备资产的总额 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大约超过六倍 国泰航空宣布再延迟派付优先股股息 国泰公布董事局已决延迟派付 原定今个月14日到期 应该支付给优先股持有人的股息 根据公司章程所在列优先股条款的规定 任何延迟派付的优先股股息将会累计并且构成欠款 条款规定在相关欠款完全支付前 公司将不会派发普通股股息或者回购普通股 在内地经营肯德基同必胜客的百姓中国上个业绩差过预期 虽然受到内地的疫情影响 但是百姓中国的盈利仍然是绿德增长 去年顺利按年升两成六至近十亿美元 因经营利润按年增加了四成四 收入也都升一成九 但是经调整净利润就跌近一成半 单计去年的第四季赚超过4.7亿美元 按年升了两倍以上 因为严控成本和提升生产力 抵消了铜店销售下滑的影响 每股的股息十二美先 收入近23亿美元 按年升百分之一 大内地的疫情反复 部分地方收紧防疫措施 拖累上季的铜店销售按年跌了一成一 餐厅利润率大跌一半 只有7.5% 虽然上个月的铜店销售额 较去年第四季略为改善 但按年仍然下跌 集团表示 九成的食材是来自当地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 供应链稳定 没有受到影响 有选择的 即是有其他方案的 过去两年 疫情起起伏伏 我们整个供应链是稳定的 没有大问题的 集团去年开设了1886家的门店 正新增1282家的门店 数量是创新高 截至去年底 门店的总数有11788家 公司表明消费信心转弱成本通胀压力加剧 预料今年的业务仍然充满挑战和波动 估计全年增加大约1000至1200家的分店 支援开支预算8至10亿美元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道 复星旅游文化说 内地业务在农历新年期间表现较去年好 集团说 今年农历新年假期 即使仍然受到疫情反弹和防疫措施影响 行业整体恢复比较弱 但集团内地核心业务的表现较去年农历新年好 其中Clubmed的度假村整体的营业额 按年增长超过五成 内房商合景贷富上个月的预售额急跌 又大约41亿元人民币 在近两年来表现最差的月份 按月跌近五成九 按年也跌三成八 至于龙光集团上个月的销售额 按年和按月都下跌 由90亿元人民币 按年跌四成三 按月亦都跌三成 坦欧洲股市最新的表现 三大主要指数都是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35点 巴黎Cat指数升96点 德国Dex指数升225点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第一次过千宗 有1161宗 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本地感染占了1153宗 有两个患者死亡 而初步确诊大约有800宗 医馆共认用确诊人数增长速度是惊人 公立医院急症室已经超出负荷 呼吁患者来心在家等送院 本地感染个案过千宗 患者住在哪儿去过哪儿 疫情记者会上都没有详细的具体公布 卫生防护中心解释资料更多 整理需时 希望市民理解并且呼吁要留意强制检测公告 中心说新增的1153宗本地个案 大部分涉及Omicron 不少是家庭群组 比如新年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都是早上去一家 午餐去一家 午餐去一家 每个人都有20-30个 或者30-40个的接触者 如果很多都是一家一家感染 你可以想象倍数有多少 如果这些行为停止了 我希望数字会减缓 多间院舍也有个案 院有要撤离检疫 大角咀殷永护老院 沙田沙角村中华基督教礼研会 王少清移养院 长沙还原周村人济医院 李慧少奇安老院 牛头角福康会落华城人训练中心 都有院友或者职员染疫 深水埗温暖护老院 一个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73岁院友 送入去明爱医院之后 病情恶化死亡 入院留的样本呈阳性 覆检之后确诊 另一个76岁的男患者 因为肺积水和肺部感染 在明爱医院离世 疫情至今累积215宗的死亡 至于危态的病人 除了之前公布的83岁男病人之外 新增的一个57岁患者危态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严重的三个患者年龄介乎50到77岁 公立医院再多30名医护 病人助理等等染疫 接收患者的医院隔离设施 和社区治疗设施都已经饱和 医管局呼吁患者要内针 在家里等候安排 这两天确诊病人的人数急速 和大幅的倍增 这几天也有很多 收到阳性检测的报告的病人 去了急诊室要求复检的结果 各区的急诊室已经严重超出负荷 甚至影响其他的紧急救治服务 如果你因为其他的病症 病况轻微的 请你不要去急诊室求诊 请你去找家庭医生 或者其他私营的医疗服务 自至星期二还有1400宗个案未找到感染源头 多区都有爆发 包括深水堡、九龙城、黄大仙、元朗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恩报道 本港新增确诊症末开始几何级上升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 要视乎多一至两星期 才确定会否放缓 他认为如果最终隔离设施爆门 应该考虑将隔离措施反转做 卿证者居加隔离 没有打针长者等高危的人士 就送去隔离设施加强保护 本港新增确诊个案不过一个礼拜 持续几何级上升 最新突破千宗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 暂时很难评估何时到顶 但相信当局即将收紧的防疫措施 仍然是有效 市民不要因为这样觉得很挫败 或者觉得很惊慌 因为你记得我们以前一向用这些防疫措施 增加社交距离 测试、隔离等 全部到最后加上口罩 我们说要打两个大量口罩 结果我们第三、第四 帮我们都成功压制了它 清清了7个月 他说未来1至2个星期是关键 建议加快为院舍所有身体适合接种 又愿意的长者去打针 避免更多长者感染变重症入院 也要确保医疗系统不致崩溃 包括再放宽出院条件加快病床流转 CD值由现在照小33改为30 最重要是血清抗体增加两倍 加上是没有病征就可以出院 袁国勇解释 就算患者再放低量的病毒 因为多抗体颠覆病毒大大减低传播 而当局也要制定方案 一旦隔离次次爆满应该怎样应对 他建议将隔离措施反转做 反而去保护那些有长期病患 没有打针老人家 那些去住Penny Bay 检疫酒店等等的地方去保护他们 那些人数应该不多 你轻症那些全部都在家了 对于有专家认为现在不应该围堵 而是缓议袁国勇认为两者没有冲突 考虑点包括现在能否追踪到 每日要千计的确诊者 他说不反对有意见 将全港市民禁足一个礼拜 期间多次强制全民检测 前车是安排到为二三百万人 上门送膳食的安排等等 母线电视记者陈嘉恩报道 先有四一会儿 稍后回来又另一节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